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托邦 提起凤姐,我想不少80后90后都不会感到陌生吧 2009年,她突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自称9岁起博览群书,20岁达到顶峰 智商前300年,后300年无人能及 目前主要研读经济类和知音,故事会等人文社科类书籍 而她发布的七条征婚条件更是独特到有些雷人 网友们继续在调侃说,她是宇宙无敌超级第一自信 第二年,信凤姐得永生的口号就成为了年度网络流行语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凤姐早已成了过气网红 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时代的眼泪 有人说现在的她已经住上了豪宅,实现了美国梦 也有人说她在美国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苦 再给别人修脚,后悔当初去了美国 那个曾经靠雷人宏击一时的女人,如今究竟过得怎么样了呢? 当年她又为何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初代网红罗玉凤的故事 我九岁开始博览群书 二十岁的时候达到顶峰 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过我了 以我的自信和以我的能力的话 往前面推三百年,往后面推三百年 六百年之类不会有第二个人超过我 2009年11月20日 在当时非常热门的网络社区天涯论坛上 出现了一则名为 我想找个北大清华男结婚的征婚帖子 发帖人的网名很别致 叫做梦幻狼情 帖子里它详细罗列出了七个征婚条件 第一,必须为北大或者是清华的硕士毕业生 必须本科硕士联读中途无跳级 不留级不转校 在外参加工作后再回来学校读书者免 第二,必须为经济学专业毕业 第三,必须具备国际事业 但是长期定居国外甚至有移民打算的人除外 第四,身高1米76到1米83左右 长得帅得比较好一点 第五,无声欲使 过往所有女友必须没有因其而至的堕胎使 第六,西南地区的籍贯者不予考虑 第七,年龄在25到28岁左右 就职于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者不予考虑 但就职于中石油中石化等世界顶尖型企业或银行者又比较喜欢 自主创业者需要商榷一番 莫了发帖人又把自己的状况也简单的罗列了一番 说本人身高1米46穿上高跟鞋的话大概1米53 体重40公斤,大专文凭,懂诗话,唱歌,弹琴,刺秀等 最擅长诗歌与散文,精通古汉语,博览群书 较为狂妄,无堕胎使,无声欲使 交往过几个不了了之的男朋友 主要要求男方身家清白、聪慧过人 虽然这则征婚帖开头写得非常的诚恳 说本人找伴侣一不求帅二不求富 但求同甘苦共患难 但因为征婚条件与自身条件的巨大反差 不少网友都觉得十分搞笑 调侃说博览群书不一定 但较为狂妄应该是真的 还有人说根据这些条件 地球上能入他法眼的人估计不会超过个位数 没过几天不少人出于吃瓜的心态前来围观 这个帖子的点击量很快就超过了4万 不久后又有人发现 一位女士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陆家水的地铁口 发了1300多份征婚传单 传单上的征婚内容 与在天涯论坛上的内容完全一致 这名女士吸引了上海当地媒体的注意 记者发现她真名叫做罗玉凤 于是网友们就送了罗玉凤 一个陆家嘴征婚女的称号 还笑她说是宇宙无敌超级第一自信 罗玉凤却毫不在意地炫耀着自己的战绩 说每天都有人给她打电话发信息来应征 但是她满意的却寥寥无几 还声称许多大型金融公司 驻中国区的CEO都已经向她表达了爱意 但她觉得他们年老色衰所以不愿意 在新民网的采访中 罗玉凤表示说 全国各大高校的优质男性都已经联系过她了 有些人呢她就会自己给我告诉我 她的学历啊身高啊 然后年龄啊毕业于哪一所院校什么专业啊 然后目前除了武汉大学以外 基本上都齐全了 都齐全了 就是说你说都齐全 就是全国的各个高校吗 还是 重点高校 重点高校 对的 都已经被你网罗到了 差不多了 几个月后 罗玉凤又参加了江苏卫视情感类节目 人间的录制 根据这档节目呈现的信息 罗玉凤在发征婚传单时是有男友的 而且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 这名男子名叫吴永林 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做业务员 而罗玉凤是上海一家加勒服超市的收银员 在小吴眼中两人是门当户对 但是罗玉凤却说 无论是智商还是外貌 他都能够找到比小吴好得多的对象 把小吴带回家是会被父母笑话的 于是向小吴提出了分手 跟吴永林分手后 在朋友的介绍下 罗玉凤认识了现男友小智 他在上海有房有车月薪数万 但罗玉凤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还可以吧 罗玉凤还把身边的朋友分为了五大等级 说现男友小智勉强算是第二等吧 前男友小吴连等级都没法给他 罗玉凤还说自己之所以会对另一半的长相和身高有要求 是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男人能在智商上超越他了 只能在身高和长相上来弥补了 顺便又说出了那段前乌古人后乌来者的雷人语录 我估计这位主持人应该是用了毕生的修养 想了一大堆不高兴的事情才能忍住不孝的吧 节目组还请来了罗玉凤的现男友小智 可小智却在节目中向罗玉凤提出了分手 他说最初跟罗玉凤交往其实只是受罗玉凤朋友所托 朋友想让罗玉凤看清现实 优秀的男人是不会看上他的 如果说出名是罗玉凤的目标的话 那么人间节目播出之后这个目标算是彻底实现了 天涯论坛一位楼主在看完视频后评价说 马上对这个有着深邃鼻孔 28颗门牙如花般震撼人心的女子感到翻江倒海般的吐意 随着节目片段越传越广 大家又给罗玉凤取了个外号叫做凤姐 最近几年有一句流行语是黑红也是红 意思是娱乐圈不怕被骂被嘲笑 怕的就是没热度没流量 凤姐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黑红的鼻祖了 尽管有无数人讨厌她 但凤姐的名字还是不可避免的火遍了大江南北 信凤姐得自信成了网络热词 罗玉凤小组和罗玉凤贴吧迅速成立 凤姐更是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自己的百度词条 而各路网友对凤姐的态度也有所不同 大概分为了三大派别 恶搞派称她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 是信春歌德永生的最得力的门生 冷静派则分析说 女人外表真的不太重要 有很多凤凰极品男最后都选择了貌不惊人的丑女 也有同情派认为凤姐因为自身的敏感和自卑 已经造成了轻微的精神不正常 她需要的是心理辅导 2010年开始凤姐于网红的身份 频频参加了各种电视节目的录制 2010年4月 凤姐做客脱口秀节目雷雷呱呱呱 说不把范冰冰放在眼里 更爆料英皇娱乐将与自己签约 目标鼓励 2010年5月 凤姐做客青海卫视的脱口秀节目 嘎嘣爆米花 先是弃走了三位观察员 接着亲口承认 之前在人间节目中出现的两位男友 是节目组找的演员 之后凤姐又趁着热赌 把时下火爆的选秀综艺 花儿朵朵 时尚新达人快乐向前冲都上了个遍 还有网友 总结了凤姐的雷人语录 什么爱因斯坦是不如我的 她只是发明了电灯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的可读性 和丰富性都比我要差一些 300年以后 也就只有我的文章还在传阅 我的另一半必须具备国际视野 有征服世界的欲望 奥巴马才符合我的征婚标准 凤姐在录制各类电视节目的过程中 也出现过戏剧性事件 2010年5月16日 她参加了东方卫视选秀节目 中国达人秀的海选 上台后记不住歌词 一边看小抄 一边演唱 观众很不满 现场一片虚声 评委更是不到30秒就喊停了 认为她没有为此比赛 做好充分的准备 凤姐说她来达人秀 就是为了秀出她自己的 评委问她说 秀出你自己的哪一方面 凤姐说身材 可想而知凤姐最终没能成功晋级 在赛后采访环节凤姐刚走上台 突然就有一名身穿黑衣的男子冲上来 将手中的鸡蛋往她身上砸去 口中还高喊着 请无耻的凤姐滚出达人秀 说完便迅速离场了 凤姐不高 鸡蛋直接砸中了她的头部 她的表情顿时就变得很难看 经过简单的清洗 凤姐很快又再次出场了 这次她重新面带微笑 对记者说 她也许是因为被我拒绝过吧 然后凤姐又开始宣传自己 说之前的征婚都是她自己一手策划的 现在已经有知名导演联系她 让她拍戏了 还说自己会与一线男明星合作 听到凤姐这样的说辞 几天后砸鸡蛋的男子忍不住发帖了 文章的标题是 我砸的就是像凤浅这样的败类 说自己原本想着砸完就算完了 可不想总有人觉得她是在炒作 再加上凤姐说她曾经被拒绝过 于是她就忍不住开麦说 我真不明白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 恶俗的凤姐之流总能呼风唤雨 我砸的就是她 而这场闹剧刚刚结束后 不久吃瓜群众又有新戏看了 2010年6月 凤姐受邀参加温州电视台的专访 并在一家整形医院做美容鉴定 在活动进行过程中 突然冲出一位男子 单膝跪在凤姐面前 把手中的99朵玫瑰 强行塞到了凤姐怀里 男子对凤姐说 我可以为你整容 我可以整成奥巴马 我可以整成刘德华 如果你觉得我学识不够 我就去读金刚经 山海经 波罗蜜经 加上四书五经 三字经 后来经过采访 才知道这个人自称雷鸣哥 是凤姐的忠实粉丝 很久之前就对凤姐产生了爱意 总之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凤姐身边总是不缺博人眼球的事件 这也为她的热度再添了一把火 2010年8月 凤姐拿到了首个广告代言 品牌是EQ73味丁香 一款味药 厂家给她拍摄了 AB两个版本的广告片 开价30万 广告费堪比二线小明星 后来有人发现 这个号称胃药的品牌 实际上只有卫生批号 并没有国药准字号 或者是卫石剑字号 所以根本算不上药品 或者是保健品 充其量而言 也就算是一个食品 不过当时大家的重点 都放在了凤姐雷人的广告片上了 并没有多少人去真正的注意 这款产品 2011年1月 凤姐又整了个大活 发文称 我要和陈冠希结婚 不想疑似得到了陈冠希本人的回复 姐你妹擦 随后 大小S林志玲 苍景空等上百位明星 也相继转发留言 让凤姐再次尝到了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甜头 接着 凤姐又开始无来由的 对公众人物进行人身攻击 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明星 例如杨幂 范冰冰 苍景空 甚至还有泰国的前总理英拉 很快 这些粗暴的人身攻击 就引来了全网的谩骂 国家广电总局办公厅主任 新闻发言人朱虹评价说 凤姐是低俗文化 应该坚决叫停 2011年9月27日 美国人物杂志网站 甚至发表了题为 《走进中国最受讨厌的现实派明星》的文章 《肖香晨报》 更是直接写了一篇题为 《第18分钟宇宙因凤姐安静了》的文章 来讽刺罗玉凤之前在《人间》节目中 第18分钟开始做自我介绍时 狂妄无知 让人无语的模样 然而离奇的是 到了2017年 又有一大批网友排着队 跟凤姐道歉了 这又是闹哪出呢 这里先按下不表 卖个关子 我们先来看看凤姐前半生的人生经历 1985年9月23日 罗玉凤出生在重庆岐江县赶水镇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的母亲王云有三个孩子 老大罗玉凤和老二儿子是他跟前夫所生的 王云评价他的前夫是没什么责任心 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跟别的女人鬼混去了 在罗玉凤七岁时父母离异 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了 基父在岐江水泥厂上班 工资也不高 母亲和基父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 一家五口只能过着穷苦的日子 罗玉凤说自己从小就是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的 上学之后因为个子矮嘴巴又大 同学们常常嘲笑他说是包子嘴脱油瓶 他也恨过老天爷为什么让家里这么穷 但却从来都没有埋怨过母亲和继父 相反他很感激他们 因为即使这么困难 家里也尽最大的努力供自己读书 初中毕业之后 罗玉凤去了岐江示范学校读书 基父每个月会给他150块钱的生活费 后来罗玉凤在一篇回忆性的文章中写道 有一天我去找他 人家说你爸爸在里面倒铲霉 我进去看到爸爸了 他穿得很脏 推着个车 里面装满了霉渣 水泥厂的空气很差 噪音很大 爸爸出来给我生活费 这个场景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梦境里 随后取得了中师文凭的罗玉凤 又在重庆教育学院取得了大专文凭 毕业后又去重庆奉洁黄寺小学当了老师 但是只做了两年就离开了 母亲王云说罗玉凤是觉得那个地方太偏僻了 所以才走的 但根据深圳上报的报道 黄寺小学的一位老师说 罗玉凤和老师们的关系搞不好 和同学的关系也出不来 一开始他教的是六年级 但教了几天之后 大家就发觉他不行 然后就把他调到了三年级 然后又被调到教一年级 他想和学校里的一位男教师谈恋爱 但是人家看不上他 最后在事业和爱情都不如意的情况下 他就离开了学校 辞职之后 罗玉凤就带着身上仅有的一万块钱存款来到了上海 他觉得上海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还可以顺便找个男朋友结婚 为了找工作 罗玉凤投出了一万多封简历 从总经理到服务员 几乎各行各业他都试过 最终罗玉凤说 他觉得零售业是最适合自己的 而他要了解整个零售业的运作状况 就要从基层做起 所以他选择在上海一家 加勒夫超市里面担任收银员 月收入不超过1500元 工作稳定之后 他就有了结婚的打算 但身边没有符合他要求的人 所以他决定征婚 从此就走上了最强征婚女的道路 母亲王云则表示说 实在是不理解 女孩之前也没受过啥刺激 咱就突然变成这样了呢 王云还说 罗玉凤从小就懂事听话 也不乱花钱 当老师的时候 还记得往家里寄钱 可是到了上海之后 就再也没往家里寄过一分钱了 2010年11月10日 在国内惹出一身骂名之后 罗玉凤在微博上表示 我到美国了 并声称 出国就没有打算再回去 12月 罗玉凤参加美国中文电视台的应聘 还是一如既往的自信 声称我目前是中国最红的网络红人 用百度和谷歌一搜我的名字 就会跳出来一大堆信息 给他面试的电视台采访部主任 称赞他非常聪明 思路非常清晰 罗玉凤还自称是娱乐圈的人 平时会去研究一些容易上头条 大众比较关心的 曝光率比较高的人物 看看他们的新闻 研究他们的状态 比如他们以什么方式来炒作 以什么方式来出名 为什么会引起大众的兴趣等等 就这样 罗玉凤顺利的通过了第一轮面试 然而没几天 凤姐就开始在微博上大骂说 那个所谓的招聘 从头到尾就是一场骗局 还说他们有没有想过 这样炒作炒出去了 我的尊严可以践踏 但我的生命不能被践踏 甚至威胁说 如果钱花光 我还没有找到工作 我就去美国中文电视台门口自杀 估计是第二轮面试没有通过 眼看正规的面试就业渠道走不通了 凤姐又想起了之前征婚的套路 有人说看到她在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门前发传单征婚 要求年龄是在25到31岁之间 身高1米75到1米86 没有结过婚 没有孩子 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 例如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 明显是放宽了自己的要求的 然而美国人并不吃奇葩征婚这一套 凤姐并没有收获她想要的炒作效果 2011年8月17日 愤怒的凤姐在微博上说 要一把火烧了美国移民局 12月她就因为散布危险言论 在美国遭人控告 2012年6月又有人爆料称 凤姐如今在美国的一家洗脚美甲店打工 过着给老外修脚的日子 2014年圣诞节前夕 好久没有露面的凤姐在推特上发文说 要竞选美国总统 写的内容还是中英混杂的 I want to竞选USA总统 网友纷纷调侃说 这英语实在是太好了 不过后来凤姐很快辟谣说 这个推特账号并不是他的 而是别人假冒他的 到了2015年 中国国内开始推广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身在美国的罗玉凤 也想赶上这个风口 他说李克强总理鼓励全民创业 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只要努力你就是老板 我有一个美容创业项目 目标融资1000万 不过事实证明这个所谓的项目 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2015年12月2日 凤姐又在微博上发文称 一直以来都有太多的人 因为嫉妒他而攻击他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地骂他 他干脆投资了一个 吵架APP陶皮克 从此挤身天使投资人行列 陶皮克是一款话题辩论社交APP 由英文陶皮克因译而来 含义是热爱话题辩论的人儿 陶皮克随即向澎湃新闻证实 凤姐确实是他们的天使投资人 凤姐说变身投资人谈不上是勇气 这些年他存了一些钱 日子也好过了一些 别人和他说投资很赚钱 而且要投资 他就要投资移动互联网 根据澎湃新闻的报道 凤姐以各种形式 为陶皮克注入的资金高达上百万 在喜提投资人新身份之后 凤姐又直接在微博上 约架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 凤姐说董明珠确实是在 中国女性中算有成就的了 但是年近60才成为格力董事长 与20多岁就在纽约的自己相比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既然董小姐的照片 可以不断地出现在 她生产的格力手机上 那么我的照片 也可以出现在陶皮克的APP上 同时凤姐还放出豪言说 有凤姐照片的APP 一定比有董小姐照片的手机 更受欢迎 要是输了 我就去整容整成董小姐 然而随后几年 陶皮克似乎并没能在 社交软体这片红海中 寄出什么水花来 可见凤姐的投资 应该也是不怎么成功的 之后随着中国国内的 各种网红层出不穷 几乎没有人想起 远在美国的凤姐了 只是偶尔会有一些 不确定真假的消息传出 比如说有人发了一张 凤姐在美国乘地铁的照片 看她一手拎着购物袋 另一手还举着一本书阅读 就配文说 凤姐在美国过得不咋地 但是还在立志读书 到了2017年 凤姐这个遥远的名字 再一次被人们频频提起 2017年1月14日 罗玉凤在微信公众号上 发布了一篇题为 《罗玉凤求祝福求鼓励》的文章 讲述了自己从农村到上海 再到美国打拼的奋斗历程 文中罗玉凤说 我从小生活的阳渡村 一强之隔 就是重庆钢铁公司 齐江铁矿 国企职工子弟 衣着打扮 言行举止 都与农村人完全不同 处处透露着精致 和他们相比 我们这些阳渡村的人 处处土里土气 中钢的子弟们 用农村玩儿 来表达对我们的轻蔑 虽然他们看不起我们 但是我们 至少是我 却很想成为他们 上中专以后 罗玉凤接触了互联网 学会了写诗 为了逃避现实的满目疮痍 他给自己起了一个 颇有诗意的网名 梦幻狼情 当回忆起自己 为什么要去征婚时 他写道 到了上海以后 现实第N次教育了我 不是到了上海 就能够成为一个 体面的城里人 恰好相反 到了上海 才发现 以我的学历 我的条件 我一辈子 也只是一个 在上海务工的 还是土里土气的 农村娃儿 我从来没有像 在上海那几年 那么沮丧 生平第一次 内心有一个声音 在告诉我 是不是该认命了 幸好 我内心那股 强烈的欲望 抵消了我的沮丧 甚至更加激发了 我的斗志 后来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 我征婚了 一夜之间 我爆红了 我的那些决定 真的不是因为 我受过什么刺激 我只是不认命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 罗玉凤写道 我想拿到这张绿卡 并没有什么 复杂的 不能告人的原因 只是从我到上海开始 我一直在和某种隐秘的 难以形容的 无可名状的规则较劲 这个过程 已经小十年了 我的青春 我人生最美好的岁月 都在这里了 这张绿卡 是对我这十年的交代 就像是我的大学毕业证 我只是想拿到这张绿卡 然后告诉所有人 只要不认命 没有飞不上枝头 赛凤凰的麻雀 哪怕最开始第一个见到尘埃里 离民美国 大概有这么几种途径 投资移民 拼钱 结出人才移民 拼才华 嫁个美国人 这拼的东西就比较不确定了 再或者申请政治庇护 不管凤姐走了哪种途径 她似乎最终 真的把这张绿卡给拿到手了 这篇内心独白 让很多人看到了 不一样的罗玉凤 很多人开始力挺她 说她很励志 文章仅仅在发布三天之后 就获得了320万的阅读量 超过了20万的打赏 随后 罗玉凤宣布 要将这20万打赏的收益 全部都捐给四川大梁山的小朋友们 并且永远关闭赞赏功能 说实话 她的这篇文章写得很好 排比的手法 递进的情绪 很自然的就写出了小人物 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 跟大环境 甚至是跟命运抗争的过程 高晓松评价这篇文章是 朴实白描 哀而不伤 直逼做协副主席 协逼做协主席 倒逼网络做协主席 然而很可惜 反转很快就来了 风姐亲自下场辟谣说 文章并非她亲笔 而是被别人大量改动画蛇添足 再加上2015年 罗玉凤曾经受聘 成为凤凰新闻客户端的签约主笔 有人因此怀疑文章是 凤凰网的主编代笔的 甚至有人扒出说 公众号的注册主体 根本就不是罗玉凤本人 最终她的微信公众号 疑似因涉嫌欺诈而被封 几个月后 罗玉凤又罕见地开了直播 讲述了自己在美国的经历 这一次她的表达很正常 不再说那些 自己超越爱因斯坦之类的话了 而是大大方方地讲出了 她这几年在美国的生活 还平淡地说出了 移民不能改变阶级 美国梦并不好做之类的话 美国生活 也许就像北京人 在纽约里的旁白说的那样 如果你爱一个人 就送他去美国 因为那里是天堂 如果你恨一个人 就送他去美国 因为那里是地狱 在美国打拼多年的罗玉凤 可能深深体会到了这个道理 而不少网友在看了文章和直播之后 就开始反思说 凤姐只是努力地在生活 自己之前不应该嘲笑凤姐的 我们都欠她一个道歉 这就是前面提到的全网刮喜的 给凤姐道歉热潮的由来 有网友说 凤姐活得其实比90%的人都明白 堪称人间清醒 还有人扒出了凤姐之前 在人间栏目中怒怼前男友小吴的一段话 不管节目是否造假 但凤姐的这段话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你是不是能够拜一段礼拜的 或者对付的诗池 你觉得对那些有用吗 对生活有用吗 对这些东西还是能有用 你说我就是问你 你说公铁车要钱吗 吃饭要钱吗 没有钱的 你这对那些不合实际的东西 你觉得有用吗 我觉得有用的呀 有什么样 如果你可以背很多的诗池 如果你非常的有内涵 你可以交往很多不同阶层的朋友 在不同的时候 交往那些朋友 你对你有用吗 对你有用 不过互联网并不是没有记忆的 还有一大批人不接受凤姐的这波洗白 说她的人品和心思令人细思极恐 毕竟她之前为了博眼球 有过不少充满争议的言论 例如2011年7月 正当举国都在哀悼 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遇难者时 凤姐却评论说 遇难者死前都听说过大名鼎鼎的凤姐了 所以他们也死得其所了 另外他们为中国的人口优化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所以他们的死绝对是重于泰山的 是死得光荣的 本人对此表示强烈的感谢 很多人还扒出了凤姐之前的帖子 发现她对汶川大地震和南京大屠杀 都有过不堪入目的言论 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她说过我觉得中国人多死点没什么 对南京大屠杀 她表示说去年的南京大屠杀纪念 今年的二战胜利阅兵 目的都只有一个 就是让愚昧的群众在仇恨和骄傲 这些虚无缥缈的情绪中 忘记自己的饥饿 失业和无望的生活 或许在罗玉凤看来 这些话都只是自己混流量的垫脚石 但是对于适者家属来说 这却是赤裸裸的二次伤害 一通操作猛如虎之后 罗玉凤的微博被永久禁风 最近几年 我们依然能够零星的 得到凤姐的一些消息 2020年疫情爆发之初 有网友说罗玉凤死了 根据美国蓬婆新闻的报道 一名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人士 阴毅玉凤罗 在纽约州伟名县卡蒂尔医学中心死亡 但是到了2022年 又有人贴出凤姐的朋友圈 说她如今在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读书 选修了微积分和分子生物学 这么多年以来 罗玉凤都非常的强调阶级 她曾经写过一首诗 题目是 这是个优胜劣汰的世界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她也反复强调了自己的出身 说很难改命 可能正因如此 她把一天改命的机会 都孤注一掷地压在了卖丑上 而2010年的神仇网络环境 又恰好给了她一个爆红的机会 只可惜这个红是昙花一现的 这是她的幸运 也是她的不幸 但换个角度想想 或许对她来说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孩子 到全国成名走向美国 即使背负骂名 她可能也得到了她想要的 至于这各种冷的 可能就只有凤姐她自己知道了吧 那今天就到这 我们下期节目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